音樂 景堂真是第一位在我們學校出道的運動員 而他應該是特殊奧運會裡面 即是冬季賽裡面的其中一位中道智障的學童 真是在一個世界性的賽事拿到一個獎牌 其實我們都覺得非常高興 非常榮幸 其實這一切都是他自己堅持下來的成果 你開心嗎? 你開心嗎? 大聲一點 他就會害羞 但他回到來很開心和我們分享 拿著獎牌 很專注聽你的指導 很專注完成你安排給他的訓練 很刻苦 不會因為一些困難放棄 因為我們剛才也有分享過 雪械敬酒訓練在香港來說 一定要去沙灘 去沙牌場 可想而知夏天的時間 賺三十多度 香港也很熱 沙牌場也沒有擋擋 也沒有擋擋 不是一年 是幾年 不斷不斷自己去訓練 去聽那邊的導師去安排他的訓練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階段 其實他們的成長雖然是慢 但也很像我們一樣 可能初初不認識那麼多人情世故 但漸漸他能夠出到很多地方 看了很多不同地方 眼界擴闊了 之後他慢慢漸漸 開始成熟 又懂得幫人想起來 亦懂得照顧其他小朋友 我很欣賞他本人 他的性格 他真的很善良 很聽教 他能夠有自強不息 和能夠有刻苦精神 我都很渴望這麼好的品格 可以一路伴著阿景堂 一路成長 亦都可以繼續去感染 他身邊的其他人 和他繼續把愛全揚開去 伸火相傳 多謝你阿景堂 多謝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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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